其实我们讲案件 可能要讲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侦查 在关于证据的搜集 这个方面并没有新的证据 但是案件本身一直在激烈的斗争当中 特别是现在离审判越来越近了 辩方交了很多很多的动议 而且还在不断的交新的动议 所以现在的斗争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好在呢 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官 对这些动议的裁决来讲 几乎都是一边倒的 对检方有利 对辩方不利 很重要的 关于证据有关的一些 法官的裁决 这些呢 是让我们觉得很满意和欣慰的 在法庭这个的一些文件披露出来之后 有英文媒体的报道 也有中文媒体的报道 我自己呢是看法庭的文件原文 所以我注意到呢 就是中文的报道当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中文的报道里边说 这个警犬在 闲犯的公寓的卫生间里边 闻到了尸体的味道 那么 英文的原文呢 用的是body这个词 这个词呢 可以翻译成 人体 身体 尸体 要看 不同的情况 在这里呢 把这个词翻译成尸体 就不准确了 我认为呢 它应该是翻译成警犬 在嫌犯的公寓里 闻到了 人体的味道 还有呢 就是关于血手印这样的说法 在 检方的文件当中 确实提到了 有血迹 有手印 有血迹的形状 位置 等等这些 但是并没有 讲血手印 这样的 这样的明确的说法 所以 如果把血迹 手印 形状 位置等等 这些 这样如实的介绍出来 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讲到血手印 就不准确了 我主要是想 澄清 这样的一些事情 再有呢 就是 有些媒体说 这又有新的证据 有新的发现 实际上 这件事情 是在2017年的6月30号 克里斯登森被逮捕之后 警方花了极大的精力 在他的公寓里边搜查 这样讲吧 可以基本上说 把这个公寓都拆下来 移交到他们FBI总部的实验室 去做调查 嫌疑犯做了很仔细的 很彻底的清理的工作 所以有些证据 被破坏 需要通过科学的技术的手段 还原 才能确定里边的血迹 血清 DNA等等这些证据 还有一点呢 就是 有些人认为 这是新的证据 实际上这些事情 就是美国的警方 FBI 还有检方呢 都在 适当的时候 曾经不止一次 向盈盈的家人 介绍过 他们所发现的证据 但是 盈盈家人呢 这个 被警方告知 而且也承诺 他们知道的情况 他们不能够对外公布 所以 实际上我们是很早就掌握这些情况 但是我们不能讲 只有到法庭的文件 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在 这个文件公布出来之后 文件成为公众的信息之后 我们该澄清的事情 该这个 披露的事情 才到这个时机才可以讲 过年 别人都在欢天喜气的时候 盈盈的家人呢 实际上还是处在非常悲痛的状态当中 他们一直很难从 这个失去女儿的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这也是可以想见这个值得同情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审判越来越近了 家人呢 也在考虑 在审判的时候到美国来的 这个具体的安排 包括行程啊 包括来了以后 这个 在什么地方居住 怎么样 在当地取得 当地华人社区的协助 参与审判 哪些人需要准备作证 等等 在谈的都是这样的话题 哦 那么 中文字幕——YK